下午一起在會場聚會,敬拜神 除了繼續向神守當守的安息日以外 也在聚會當中來演受真理 最近我們都一直在查討在聖經裡頭有關婚姻的道理 我們有嘗到主耶穌提到不可以離婚 因為長道在婚姻當中神設理的時候 一開始是一夫一妻 通過婚姻,延何成為一體 所以在婚姻當中有一體的道理 因為在婚姻裡頭,它也會隱藏著極大的好命 因為保羅就有婚姻夫妻的關係 因為保羅就有婚姻夫妻的關係 來談到我們教會,就是我們信徒與基督的關係 因為這是跟救恩有關 所以我們下午要再繼續來查討有關婚姻當中一體的關係 就是保羅所講的 隱藏在婚姻當中一體的關係 為什麼保羅要用夫妻一體的關係來形容 信徒與基督的關係 我們就要看聖經裡面怎麼要告訴我們 我們要先來看一些聖經章節 我們先來看《乙無所述》第二章 《乙無所述》第二章十六節 《乙無所述》二章十六節 我們要先來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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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因为中文圣经在这个地方写了 我们信耶稣是因为主耶稣十字架的救恩 因为耶稣为了救人 他叫降世来到世上 他就为世界上的人的罪 他就被钉在十字架 因为耶稣钉十字架 他为世上的人留学 他为世上的人舍命 他为世上的人死了 正因为耶稣为世人留学舍命死了 圣经说耶稣就是用死败坏长死权的魔鬼 所以他用他的身体替世人赎罪 所以他用他的身体替世人赎罪 借着十字架 让神不再纪念人的罪 所以他为世上的人 他为世上的人 他为世上的人 这里讲到灭了冤丑的意思 是指着罪没有得到赦民以前 那神会追究世人的罪 所以罪就是神的仇敌 但因为人身上的罪没有除去 所以神在罪就人的罪的同时 就是没有神 没有指望 是远离神的人 但是竟然靠着耶稣的血 神不再纪念人的罪 所以那个冤丑就破灭了 所以因着人的信 因着基督十字架的救恩 这里说那两下归为一条 所以这两下就是有罪的人 本来有一道罪的墙 隔绝了人和神的关系 但是耶稣的十字架救恩 把那一道罪的墙打破了 所以人跟神两个可以合议 那个生命有连续的关系 就是说我们进入耶稣的生命里面 那耶稣也进入到我们世人的生命里面 那就是因着耶稣的救恩与神和好 这里就是用一体的关系 就好像夫妻一样 所以圣经里面有讲到 这一体的关系 那我们再看另外一个经节 一样以无所书三章一六节 以无所书三章一六节 这里谈到一个奥秘 这个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里 借着福音 这里有几句话 第一句话叫做同为后世 就是一起做后代 成为余主成为一体 另外一个叫做同门应许 就是所有信耶稣的人一起得到这个应许 这个应许就是透过耶稣基督带给我们的 这就是隐藏在教会里面的奥秘 原来我们外邦人也可以得救 一样一起跟基督同为一体 我们再看歌罗西书第三章十五节 这里是谈到信主之后 信主之后 这里告诉我们说 基督的平安在我们的心里做主 我们就是为了基督的平安 为了救恩蒙照的 这就是圣经里头 在保罗的一个道理当中所告诉我们的 原来我们信耶稣 我们的罪得到赦免 那我们就是跟基督成为一体 这就是夫妻一体的关系 所以我们要再看一段圣经节 礼物所说五章 我们要看二十二节 直到三十三节的这一段 比较长 但是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 那一般来说 这好像是保罗在勉励结婚的人 没有结婚以前是自己的 那因为有婚姻的关系 那因为有婚姻的关系 夫妻就成为一体 但是他在勉励结婚的人 可以一起来看一下 两个个体成为一体 要能够融合需要有些条件 所以保罗就针对两个个体 谈到各自的本分 所以保罗就针对两个个体 谈到各自的本分 那我们可以先把这一段来念过一次 当我们在勉励的时候 我们就会发现 在这一段里头 保罗一直用夫妻的关系 来谈到信徒与基督的关系 谈到夫妻一体 就是教会与基督的一体 在婚姻当中 在婚姻当中 有一个很重要的关系 谈到做妻子各自的本分 也谈到信徒的本分 也谈到信徒的本分 几度对我们互出了什么 在婚姻当中 有一个很重要的关系 在婚姻当中 有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叫做爱 而婚姻当中的爱 是在结尾夫妻一体的关系之后 所产生的 所以我们在早上的时候有讲到 基督徒的婚姻 有时候跟世界上婚姻的关联不太一样 世界上的婚姻常常是先认识 然后谈恋爱才进入婚姻 但是在谈恋爱的过程 很多人把一种感觉的关系 感觉的成分 看人好像就是愛 但是在他那樣的過程 卻有時候那個愛沒有辦法彰顯出來 所以有時候常常為了要讓對方滿足 就會有很多的隱藏在裡面 因為喜歡對方 要得到對方 所以就要把自己最好最完美的部分 全部呈現出來就好了 自己的一些不好的個性、平氣、患習慣 全部把它隱藏起來 所以社會上常常造成一個現象 他們說因為愛而結合 但是因為了解而分開 那這句話本身它就是有很大的問題 原來世人所講的愛跟聖經裡面所講的愛是不一樣的 我喜歡的我才愛 我不喜歡的我就是討厭 但是人不可能是十全十美 但是人不可能是十全十美 但是聖經裡面在婚姻當中所講的愛 只要在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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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 那樣愛的一個精神內涵 就超越了世人對愛的觀念 原來愛一個人不是我喜歡的我才愛 我不喜歡的我就不愛他 那個愛從哪裡來 那個愛是從神而來 我們說神就是愛 所以神愛我們世人 神沒有因為你長得很可愛很漂亮很乖 神才愛你 你長得很可愛很漂亮很乖 神才愛你 你的脾氣不好你的習慣很差勁 神就不喜歡你了不愛你了 就算我們很不可愛 我們常常得對神 神愛世上屬他自己的人 還是愛他們道的 所以當我們還是罪人的時候 基督就為了愛我們死了 基督就為了愛我們死了 也透過耶穌的死彰顯出了神的愛 就是這樣愛的觀念 就是這樣愛的觀念 神希望他所拣選的人也都要用正的愛去愛了 當然也包括婚姻當中夫妻的愛 所以婚姻當中的愛情 他常常常是在結婚之後才建立的 而這樣的愛情是 不管我的另一半如何 我就是愛他 就像基督愛教會一樣 所以保羅才會用婚姻當中夫妻一體的關係 兩個個體要成為一體 那個愛就是很重要的一個因素 那就是學習耶穌基督 現在我們把這一段一起來念一次 會幫助我們有一個印象 不管你已經結婚還是還沒有結婚 我們都要學習這裡所講的愛的精神 這樣愛的道理我們不能夠不知道 有時候夫妻之間的一些衝突 就是要接著神的道理讓我們跟神的關係和好 是要來幫助我們 那就是要來幫助你們 順便跟朋友們與神的關係和好 再吧 自然地就會去修復夫妻之間的那些衝突 因為我們就不會再堅持自己的一些想法 而是順路在神透過婚姻的愛的道理裡面的教導 好 我們現在一起來念 22節到33節 有什麼事情 我們會想要回家 有什麼事情 我們會想要回家 感谢您的观看 一 bot klem诞 школ 用乔kn左他 靠不是 炒串 sty了 出发你 twins 一块 一些 我认识的词词词词词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看到保罗在这里也是引诱 起初神设立婚姻的时候 因素在教导婚姻所谈到的话 就是三十一节那里所讲的 人要离开度母 要与妻子联合 二人成为一体 这是祈祷的奥秘 但是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 所以隐藏在婚姻里头一起的关系 这个就是一个祈祷的奥秘 是指着我们和耶稣基督的关系 那其中二十六节那里有特别讲道 基督爱教会 为教会舍己 那保罗用这一段话来告诉做先生的本分 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 就像基督爱教会 为教会舍己 所以我们首先谈到的就是做先生的部分 当然这是信耶稣成为神的儿女才能够明白这些道理 如果我们另一半还没有信耶稣 他一定不能够理解 有时候我们就没办法去要求他们做什么 但是我们信主的一方还是要知道我们的本分 因为爱才会结婚 所以即便另一半还没有信耶稣 保罗在哥林多教会的信里面就特别也看到这个部分 你就不可以用信啊的缘故 我要跟他离婚 我要跟他离婚 因为他不信耶稣 除了这个教导以外 就是要有更多好的行为 不能就是救自己的另一半 不能就是救自己的另一半 你怎么知道你不能够因为你的好行为来救了他呢 所以已经有信主的这一帮 他就要有更好的平信 他就要有更好的平信 更应该明白圣经里面有关自己的本分是什么 但我常常也借着这一段道理来勉励弟兄 因为常常有结婚 但是夫妻吵枪闹到要离婚的 找到 当然会来找传道就是因为信仰一样 当很多观念不能沟通的时候 表示自己都有很多的坚持 你愿意让步 在圣经里面爱的本质里面不是这样的 在真正爱的一个本质里头 爱是需要付出的 甚至是 失神的 所以做先生的 你要怎么样让太太顺服你 不是用嘴巴一直讲 你不顺我 你没有遵守圣经的道理 我们现在有很多做教会的弟兄就是用这样 我太太都不顺服我 你不顺服我 不顺服我 不顺服我 那我太太 不顺服我 那我就要搞了她 那你还说你太太不顺服你 那你有爱你的太太吗 我爱她 不顺服我 有啊 我就是爱她 那所以我才要告诉他这样啊 我说你那样的不是爱啊 你那个叫做强迫啊 真正的爱是什么 这里讲的就是就像基督爱教会 为教会设计 所以做先生的如果你爱你的太太 你可以把命都不要了 那么这些问题都会发生过去的 你这样是去的 你这样是 teeth疼的 你这样是要到作为他们的 对了就是维护太太 就是会由他们的 去的是财问 准备的